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浩然从15年8月份偶然的一次机会 带他去北京参加比赛 接触到专业的卡丁车 然后紧跟着自己想参加比赛 然后订了一台卡丁车 8月份直接参加了成都的分战赛 我们大家没想到的是成都站拿了第一个冠军 像我们在一个场地训练 基本上三天 三天过来每个场地都能做到最快成绩 而且这个场地只要跑过 所有的弯道都能深深地记在心里 这个孩子呢 我觉得他呢 是我这么多年做卡丁车 即是十几年带出来的最有品质的一个孩子 现在李浩然对赛车的理解能力超过很多成年人了 04在赛车专业术语里是0到400米的加速赛意思 也就是说在400米的直线赛道里比比谁的速度快 李浩然今天开着他心爱的卡丁车 要挑战的对手的座驾可不一般 法拉利F430 4.3升V8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490马力 0到100加速只需要4秒 最高时速达到315公里每小时 超跑车的经典 李浩然的座驾 小同组卡丁车 两冲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30马力 急速100公里每小时 0到100加速也在4秒左右 车同样是速度激起 洪水猛兽般超跑与轻盈精准的卡丁车 赛车史上的第一次跨级别对决 究竟谁能获胜 关键还在人和车的配合 比赛就要开始了 双方的发动机都发出震天的嘶吼 一个低沉 一个高抗 法拉里每一脚油门 都直冲9000转的红线区 卡丁的4条光头胎 使劲地把按耐不住的车身 按在地上 方向盘就像是两个角斗士手中的剑 他们戴上自己的头盔 跨上自己的战马 等待着这场荣誉之战上演 通发了 两辆车像剑一样飞了出去 倪浩然领先 100米法拉里紧追上来 200米倪浩然5000过半 300米终点就在前面 400米撞现 赢了 倪浩然赢了 以一个车身的优势 赢得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地决的顺利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就好像飞人博尔特的环米大战 一眨眼 他就到了终点 我们再来看一遍回报 出发 倪浩然伸直卡丁车的优势 在前1秒 所以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车上 发车后 倪浩然抢到了领先优势 他伸直有着巨大扭力 和巨大马力的法拉利 一旦超越他 后半程会回天罚树 所以前半程是比赛的重中之重 过了半程比赛 进入了保持阶段 这阶段 法拉利的速度已经起来 如果技术过硬 后程超车肯定不是问题 最后 倪浩然以一个车位的优势撞现 这场比赛 势必将被列入赛车史上的清点之战 我的梦想就是冲满一名职业赛车手 叶国体 TPF车队总教练 倪浩然的启蒙教练 叶教练 特地在赛道外的一片场地上 为倪浩然设计了一条赛道 主要考验倪浩然高速过装的稳定性 和过弯技巧 首先 叶教练为倪浩然做示范并且计时 叶教练出发 高速顺利通过盟装 减速 进行S弯绕装精致的路线 漂亮的走位 叶教练迅速地完成S型绕装 来到了八字绕装区 八字绕装区 讨厌的是入弯出弯的速度 叶教练 两次教科书般的八字绕装 入弯出弯结束绕装 直冲终点飞去 又一遍稳定地通过了门撞 结束计时 26秒94 一个相当漂亮的成绩 叶教练用这样一种方式 把压力传递给了倪浩然 因为倪浩然的技术和接触赛车的时间远远不如师傅 自己偶像 跑出这么一个漂亮的成绩 让自己压力很大 倪浩然坐上赛车 似乎没有什么更多考虑 眼睛直直地注视着眼前的第一个门撞 发动引擎 过紧方向盘 脚踏油门 一个地板油 倪浩然窜了出去 计时开始 漂亮 倪浩然立落地完成了过门撞 由于速度太快 第一个S撞过得有些不稳 倪浩然迅速调整车身姿态 在第二个撞时 已经把车身调整过来 在这一段S撞的路线上 并不输给他的师傅叶教练 来到了八次绕装区 倪浩然借着从S撞出弯的速度 用飘移的姿态入弯 漂亮 这一飘虽说漂亮 但很有可能把计时的成绩拉下来 一遍 两遍 倪浩然完成了绕装 直奔终点冲去 过了门撞 到达终点 倪浩然的成绩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在终点的计时 天呐 24秒78 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在这场对决中 倪浩然顺利地完成了 师傅对自己的考验 堪称完美 那真的是前将后乱推前乱 这小子真的是大有前途 本人的老爷爷 帽子拿过来 我再带着他挡着你 倪浩然使出浑身解数 究竟是为了挑战哪路高人做的准备呢 宇克贝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系列 叫做低势速定 电影中的出租车司机英勇无比 可以挑战各种高难度驾车动作 而倪浩然要挑战的对手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低势车神 白伟55岁 一名深圳的出租车司机 但在计价器和里程数的对后 还有一万年的分头 2010年 全国汽车短道拉力年度冠军 特技缺手 很多电影里的特技桥段 都是白伟完成的 所以被赛车圈的同行誉为 低势车神 我叫白伟 我是车手 MK摩托车队 温州重汽车车队 拥有众多大排列摩托车 和高水平摩托车手 一群真正的四名支持者 屠胜伟 MK车队首席快车手 白伟今天要和屠胜伟 在梦工厂的赛道上 完成一场史无前例 也是不可能的一场挑战 白伟要开着他 1.4排量的Polo 挑战1000cc组别的 大排量摩托车 完成一圈 定胜负的比赛 我就觉得 没有可比性 肯定没戏 比赛开始 发车极未落 摩托车就凭借自己 大排量加速快的优势 抽个车前 摩托车的优势在直道 直道上的速度 就是超跑 也望尘莫及 可是进入弯道 摩托车的速度 渐渐慢了下来 白伟利用赛道窄 摩托车不好压弯的优势 把位置挽回了一段 但是赛道窄 是优势也是劣势 在几个弯道 白伟的车头 都紧贴着摩托车的车尾 但是由于赛道太窄 为了保护摩托车手 白伟几次 车头顶着摩托车的车尾 就是不敢超车 到第三个弯道的时候 我已经差不多追上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汽车跟摩托车 它毕竟不是同台竞技的 所以我就一直紧贴着它 一直紧跟着它 白伟一筹莫展 白伟紧紧地贴在摩托车的后边 继续实施跟跑的状态 白伟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一个让它可以超车的机会 终于在14号弯 白伟成功地超越了摩托车手 并且一路保持弯道上的领先优势 摩托车一路追赶 在最后一个弯道 白伟一个漂亮的接弯 把摩托车甩在身后 最后的50米直到 摩托车以无力回天 拿下了这种 机车与汽车的对决 一直到14号弯的时候 终于找到机会 成功超越它 能赢到1000cc的 大排量的摩托车的原因 我不能说那个摩托车车手 它的水平 它的技术怎么样 它有力气使不出来 倒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的驾车技巧 但是一个人倒车 要比正常开车还快 那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了 而今天 白伟要进行的挑战 更是难上加难 那就是 倒车绕桩完成赛道 并且还要比一个成年司机 正常开车的速度还要快 白伟能完成这个 不可能的挑战吗 比赛开始 白伟率先开始倒车绕桩计时挑战 一个漂亮的烧胎起步 白伟倒车在直道上的速度无人能抵 这是多年专业积累的技术和精力 接下来来到了一个直角弯 白伟用一个漂亮的倒车飘移 过了一个90度的直角弯 进入绕桩区 这个时候 白伟的优势来了 因为经常说是特技表演的原因 倒车180度掉头 摇离路过等动作 对于白伟来说是家常变弹 他的绕桩如行人流水 好像蟒蛇自如穿行在自己回家的路上 一个桩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绕过第五个桩后 白伟一个潇洒的神龙白伟 把车稳稳地停在起跑线 27秒09 漂亮 这个成绩足以对抗正常驾驶绕桩的成绩吗 我们警告梦工厂的工作人员 正常驾驶和老白来一场正方驾车绕桩大对决 正常驾驶绕桩即时开始 轮胎吱吱的摩擦声证明了小伙子的实力 在直道上的速度 小伙子并不输给白伟 在90度直角弯更是自如通过 通过赛道的前景图我们了解 绕桩赛道的S弯属于前松后节 进入绕桩区的速度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 不然第一个弯道很难通过 小伙子做得不错 接下来的三个弯道也顺利通过 在冲出最后一个弯道以后 小伙子飞一般地冲向起跑点 计时结束成绩是28秒9啊 不敢相信 白伟居然赢得了这场 连他做起都不是100%有把握的比赛 让我们不禁感叹 白伟你到底有多可怕 也不禁让我们为白伟的小对手倪浩然捏了一把汗 倪浩然放马过来 老大哥今天要给你上一课 今天我们来到了温州梦工厂赛车场 准备进行跨时代卡丁车对决 究竟是卡丁车神童能称霸赛道 还是赛车界的老炮更胜一筹 让我们拭目以待 比赛正式开始 倪浩然凭借体重的优势和对赛道的熟悉 在一发生时候就冲了出去 强在了前面的位置 进入了弯道 白伟多年的经验 让他找回了一部分时间 紧紧地跟在倪浩然的后面 倪浩然出生犹毒 进每个弯道的刹车点都放得很晚 生怕让白伟超车 白伟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他超车的机会 突然倪浩然在一个弯道的刹车点 踩得太晚 白伟终于看到了一个车身的位置 一脚地板油把倪浩然超了过去 倪浩然看到白伟的超车有些急烧 试图把失去的位置抢回来 有几次 倪浩然的车子前保险杠 一直顶着白伟的后保险杠 但白伟稳如泰山 始终没有给倪浩然机会 让倪浩然不能超越 比赛来到中段的拉锯站 两个人分别有几次交替 两千的时候 但是又始终没能拉开插具 倪浩然可能碰到了入行以后 最艰难 经验最丰富的对手 而白伟可能也小看了 他手上的这场比赛 这个小对手 无一般 终点的裁判取出了一的标志牌 这说明跨时代的卡金车大战 来到了最后一拳 两个人都拿出所有的斗志和最后的能量 输死一脱 白伟保持领先 但倪浩然并不想再跟下去 试图超车 白伟一个小小的技巧把身体往后一起 挡住了倪浩然的去路 白伟渐渐看到了比赛胜利的曙光 突然倪浩然从背后杀了上来 一个压弯在最后一个弯道超越了白伟 拿下了这场跨时代的大对决 赛后不让浩然管他叫爷爷的白尾 抱着浩然开心的笑着 那种比赛之外的欣慰 不可言喻妙在其中 比赛结束了 输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应该是输在体重上 在这种情况下输给倪浩然小朋友 我是很开心的 希望有一天倪浩然小朋友跟我去学拉里 少年金丝一分钟盯球最多记录保持者 对战可以连续盯球过万的古兴老人 到底谁能登上足尖上的巅峰 跨时代战书最强盯球对决 马上开始 盯球足球运动技术术语 只用身体的某个或某些部位 连续不断地将处于空中的球 轻轻揭起的动作 而这样一种足球运动的基本技巧 有一些人也可以练就的炉火重庆 这里是山城重庆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有这你无法想象的激情 与这座城市一样 重庆足球一样给人们 带来热情如火的感觉 今天我们要找的最强盯球神童 就生活在这座足球氛围浓厚的城市 他就是本期的小神童 少年吉尼斯一分钟盯球最多记录保持者 11岁的足球小子李林峰 我特别地喜欢足球 七八岁的时候让我进了球的时候接触了足球 最喜欢球星是梅西 他经常灌球定门 我特别地喜欢他 羡慕他 李林峰所在的重庆玉带山小学 近年来大力发展足球运动 短短几年之内 获得了无数的荣誉 保持好队形啊 前面后面都是仰臉啊 走走走 每天放学 李林峰都会跟随球队进行系统的训练 这样专业的足球训练 让李林峰练就了坚实的基本功 我点球应该算是大队里面 数一数二的点球 我有时候都颠不过他 好好训练啊 有机会的时候 足球小子李林峰的 颠球水平 究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呢 今天我们请原四川队队员 李林峰的教练 石萌 与足球小子李林峰 比试一下颠球 两人将在一分钟之内 进行颠球各数的比拼 次数最多 谁获胜 好吗 挑战 开始 比赛开始 石教练脚法娴熟 颠球速度极快 来看李林峰 双脚飞速交替颠球 速度极其之快 真不愧是少年吉伊斯 一分钟颠球最多的 气力保持着 好 时间到 好的 比赛结束 石教练 一分钟内颠球 一百二十一次 李林峰 一分钟颠球 一百三十七次 李林峰获胜 我非常高兴他能够获得胜利 我以前也是专业队出身嘛 然后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 也经常能够练到颠球 李林峰本身呢 他很有天赋 然后加上他的努力 所以说他能够赞胜我 我必须恭喜他 山城冲进的另一端 永川区 这里同样有一位颠球高手 如果他不想停 球就不会掉下来 可以连续颠球过万的 古兮老人张本志 眼前这位爱好音乐的老人 很难让人和对他激烈的足球运动 联系在一起 他是如何与足球结缘 又如何成为了一名颠球高手呢 这位最强的盯球老人 实力到底如何呢 节目组准备了比足球小一些的玩具皮球 更小的网球 形状不规则的羽毛球 直径只有38毫米的乒乓球 以及完全没有弹力的石子 73岁的张本志老人 能够像颠足球一样 将这些物体颠起来吗 挑战开始 第一项挑战 对于张本志来说 架勤就熟 没有一点困难 接下来是颠网球 以及羽毛球的挑战 相较于足球 网球重量只有57克 是足球的七分之一左右 好的 网球挑战成功 羽毛球的挑战也是轻松完成 8 9 10 下面 73岁的张本志老人 将要挑战点乒乓球 挑战开始 老人的第一次尝试 只颠了两下 球就落地了 张本志没有放弃 继续尝试 好的 老人现在已经熟悉了球性 8 9 10 10 10个 挑战成功 实在太厉害了 最后一项挑战 也是最难的 叠石子 石子的形状 极其不规则 完全不具备弹性 想要连续 颠起来 可以说基本没有可能性 张本志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 石子弹起的轨迹 完全没有规律 张本志老人不断地尝试着 老人最多只能连续 颠石子的五个 无奈 只能放弃这个挑战 虽然挑战石子失败了 但是老人娴熟的脚法 和脚步力度控制的精准 让我们叹为观止 今天李宁峰要挑战的是 极限颠球 来 我们请上今天的道具 这是一辆公交车 李宁峰要在行驶的 公交车上进行颠球 这个就是你今天要挑战的项目 对这个挑战有信心吗 有信心 一定能成功 公交车将完成 2.5公里的路程 这期间有转弯 有起步 颠球不难 但是有这种环境的影响 它是否能够通过 挑战 在行驶的大发车上 还依旧保持 颠球不断呢 让我们期待 它的表现吧 挑战开始 司机师傅熟练的 发动汽车 几步阶段 由于惯性 通胶车会产生 一个向后的作用力 李宁峰很好的掌控足球 没有让其落下 马上进入 第一个转弯点 看李宁峰如何应对 还算有惊无险 接下来的直到 对李宁峰来说 没有什么挑战 轻松完成 过了这一道完 就是终点了 李宁峰能否顺利 通过弯道 公交车 由于过完速度太快 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这个就危险了 还好李宁峰及时调整 顺利通过 工作车到达终点 能在这样摇晃的工作车上 完成颠组挑战 李宁峰的球性太出众了 别看我连接下 可点球我是最棒的 这次比赛 我一定会赢 老爷爷 我们球场上见 小朋友 我是点球最棒的爷爷 等到你来挑战 这里是天津23号训练馆 今天要在这里 进行跨时代战书 点球障碍赛 我们在22米 乘32米的足球场内 复制了六个障碍 分别是绕桩 读木桥 海绵跑道 坡形窄路 敲敲板 以及转盘 两人分别完成挑战 过程中 如果足球落地 需加法十秒 最终 拥实最短者获胜 比赛开始之后 通过猜应力的方式 决定比赛顺序 是花 你选是谁开始 老爷爷 老爷爷先开始 你第二个 好 那老爷爷先做准备 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几时开始 比赛开始 第一个障碍 对于交法出众的张本志来说 应该没有任何难度 好的 很快通过了障碍庄的考验 来到了独木桥 独木桥的难点 在于上桥 以及桥上平衡的把握 这一关卡 对于上台阶 有理平地的张本志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老人在这个没有难度的地方 出现了失误 太可惜了 我们多回放来看一下 张本志太大意了 没有控制好节奏 平安下桥 来到了第三关 海绵跑道 这条跑道下面 布满了松软的海绵 果然 73岁的张本志 在这里出现了失误 赛程刚刚过板 就出现了两次失误 这对张本志的成绩影响巨大 看看老人 能否顶住压力 加速完成后面的挑战 接下来的障碍庄 和坡形窄路 没有什么难度 张本志一次通过 还剩下最后两关 悄悄板上 一定要控制好 另一端的下落速度 如果下得太猛 容易失去对足球的控制 来看张本志如何通关 先 好在张本志 及时调整球 才没有落地 最后的旋转螺盘 三个转盘 不同方向的旋转 好的 不会是天球最强的爷爷 一次通过 刚才完成整个赛道 所用时间为 2分41秒84 中间您 球落地两次 加阀石20秒 所以您最终的成绩是 3分01秒84 接下来 一起看看足球小子 李凌峰的表现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在行驶的公交车上 连球都如理平地的李凌峰 面对眼前的赛道 肯定是信心十足 第一个障碍桩 李凌峰通过的速度 十分迅速 真不愧是拥有 超强脚感的足球小子 而小神童李凌峰 在盯球绕桌 和波形窄路 也一次性通过 而且速度非常快 看来 不出意外 小神童李凌峰 将取得这场 极限盯球对决的胜利了 好的 前面几个关卡 李凌峰完成的都很顺利 最后一关 旋转罗盘 只要顺利通过 李凌峰就会获得 本次对决的胜利 失误了 由于转盘的旋转 李凌峰失去了 对球的控制 足球掉落在地上 没关系 时间还来得及 又失误了 发生了什么 接二连三的失误 李凌峰明显状态不对 看来 第一次的失误 对他来说 影响很大 李凌峰还在不断尝试 真的没想到 这最后的关卡 居然成了李凌峰 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 然而 这一次次的失败 没有击垮这位 年仅十一岁的孩子 他一直继续尝试着 通过这最后的关卡 李凌峰坚持不懈的精神 让在场所有人 胆到惊讶 在不断的尝试下 李凌峰终于通过了 这最后一个关卡 相信他也同样越过了 他成长道路 一座阻挡他前进的大山 好 今天我们跨时代战书 监球比赛获胜者是 张本志老人 获得本次跨时代战书 最强颠球对决的 是73岁的张本志 同样还有收获了 坚持不懈的 11岁足球小子李凌峰 加油李凌峰 带着你这股子韧劲 在足球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 感谢优酷网 土豆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极易 乐视网 PPTV距离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